小镇不大不小,六百多户人家,镇上穷苦人家的门户,陈平安大多任的,至于家底殷实的有钱人家,门槛高,泥腿子少年可跨不进去,一些个大户扎堆的宽敞巷隆,陈平安甚至都没有踏足过,那边的街道多扑以大块大块的青石板,下雨天,绝不会一脚踩下去泥江四溅。 那些质地极佳的青石板,经过千百年来人马车辆的踩踏碾压,早已妈撒得光滑如镜。 卢,李,赵,宋四个姓氏,在小镇这边是大姓,相熟就是这几家出的钱,在城外大多拥有两三座大龙窑,历任窑雾都造官的官邸,就和这几户人家在一条街上。 不凑巧,陈平安今天要送的十封信,几乎全是小镇出了名的阔绰户,这也很合情合理,龙生龙凤生凤,老鼠生而打地洞,能够寄信回家的远方游子,家事肯定不差,否则也没那底气,出门远行。 其中九封信,陈平安其实就去了两个地方,福禄街和陶夜巷,当他第一次踩在大如床板的青石板上,少年有些忐忑,放缓了脚步,竟然有些自残行贿,忍不住觉得自己的草鞋脏了街面。 陈平安送出去的第一封信,是祖上得到过一柄皇帝愈赐愈如意的卢家,当少年站在门口,愈发局促不安。 有钱人家就是讲究多,卢家宅子大步说,门口还摆放两尊石狮子,等人高,气势凌人。 宋吉辛说,这玩意儿能够避凶阵邪,陈平安根本不清楚何为凶邪,只是很好奇,等人高的狮子嘴里,好像还含着一粒圆滚滚的石球,这又是如何雕琢出来的。 陈平安强忍住去触摸石球的冲动,走上台阶,扣向那个青铜狮子门手,很快就有个年轻人开门走出,一听说是来送信的,那人面无表情,用双指撵住信封一脚,接过那封家书后,便转身快步走入宅子,重重关上贴有彩绘财神像的大门。 之后少年的送信过程,也是这般平淡无奇,陶夜向街角,有户名声不鲜的人家,开门的是个慈眉善目的矮小老人,收起信后笑着说了句,小伙子,辛苦了,要不要进来歇歇,喝口热水。 少年腼腆笑了笑,摇摇头,跑着离去。 老人将那封家书轻轻放入袖子,没有着急回去宅院,抬头望向远方,视线浑浊。 最后视线,由高到低,由远极近,凝视着街道两旁的桃树,貌似老朽昏溃的老人,这才挤出一丝笑意。 老人转身离去。 没过多久,一只颜色可爱的小黄雀,听到桃树之头,慧酌油嫩,轻轻思鸣。 留到最后的那封信,陈平安需要送去给相熟授业的焦书先生,期间路过一座算命摊子,是个身穿老旧道袍的年轻道士。 挺直腰杆坐镇桌后,他头戴一顶高官,像一朵绽放的莲花。 年轻道人,看到快步跑过的少年后,赶紧打招呼道,年轻人,走过路过不要错过,来抽一支签。 频道帮你算上一挂,可以帮你预知疾凶俘获。 陈平安没有停下脚步,不过转过头,摆摆手。 道人由不死心,身体前倾,提高嗓门,年轻人,往日频道替人解签,要收十文钱,经破个例,只收你三文钱。 当然了,若是抽出了一支上签,你不妨再多加一文喜钱。 如果红韵当头,是上上签,那频道也只收你五文钱,如何? 远处陈平安的脚步,明显停顿了一下。 年轻道人已经火速起身,趁热打铁,高声道。 大早上的,年轻人你是头位客人,频道干脆就好人做到底,只要你坐下抽签,实不相瞒,频道会写一些黄纸符文,可以帮你为仙人祈福,积攒阴德,以频道的能耐,不敢说一定让人投个大富大贵的好胎,可要说多出一两分福报,终归是尝试一下的。 陈平安愣了愣,将信将疑地转身返回,坐在摊子前的长凳上。 一朴素道士,一寒酸少年,两个大小穷光蛋,相对而坐。 道人笑着伸出手,示意少年拿起牵筒。 陈平安犹豫不决,突然说道,我不抽签,你只帮我写一份黄纸符文,行不行? 在陈平安的记忆中,好像这位云游至此的年轻道爷,在小镇已经待了最少五六年,模样倒是没什么变化,对谁也都和和气气的,平时就是帮人摸骨看向,算挂抽签,偶尔也能代写家书。 有意思的是,桌案上那只拥促着一百零八只竹签的签筒,这么多年来,小镇男男女女抽签,既没有谁抽出过上上签,也没有谁从签筒摇晃出一只下签,仿佛整整一百零八签,签签中尚无坏签。 所以,若是逢年过节,纯粹为了讨个好彩头,小镇百姓花上诗文钱,也能接受,可真遇上凡心事,肯定不会有人愿意来这里当冤大头。 若说这个倒是是彻头彻尾的骗子,倒也冤枉了人家,小镇就这么大,如果真只会装神弄鬼,坑蒙拐骗,早就给人撵了出去。 所以说,这位年轻道人的功力,肯定不在相数,解千两世上。 倒是有些小病小灾,很多人喝了道人的一碗浮水,很快就能痊愈,颇为灵验。 年轻道人摇头道,贫道行事,童走无期,说好了解千家写福一起,收你五文钱的。 陈平安低声反驳道,是三文钱。 道人哈哈笑道,万一抽出上上签,可不就是五文钱了吗? 陈平安下定决心,伸手去拿千筒,突然抬头问道,道长是如何知道我身上恰好有五文钱。 道人正金微作,贫道看人福气厚薄,财运多寡,一向很准。 陈平安想了想,拿起那支千筒。 道人微笑道,年轻人,不要紧张,命里有时钟须有,命里无时莫抢求,以平常心看待无常事,便是第一等万全法。 陈平安重新将签筒放回桌上,神情郑重,问道,道长,我把五文钱都给你,也不抽签了,只请道长将那张黄纸符文写得比平时更好一些,行不行? 道人笑意如常,略做思量,点头道,可。 桌案上,笔墨厌纸早就备好,道人仔细问过了陈平安爹娘的姓名,急贯生辰,抽出一张黄色符纸,很快就写完,一气呵成。 至于写了什么,陈平安茫然不知。 割下笔,提起那张符纸,年轻道人吹了吹墨迹,拿回家后,人站在门槛内,将黄纸烧在门槛外,就行了。 少年郑重其事地接过那张符纸,小心翼翼珍藏起来后,没有忘记把五枚铜钱放在桌案上,鞠躬致谢。 年轻道人挥挥手,示意少年忙自己的事情去。 陈平安撒开腿,跑去送最后一封信。 道人懒洋洋靠在椅子上,瞥了眼铜钱,弯腰伸手将他们搂到身前。 就在此时,一只小巧玲珑的黄雀从高空飞扑到桌面上,轻拙了一下某颗铜钱,很快便没了兴致,振翅远去。 黄雀使欲闲花来,君家种桃花未开。 道人悠悠然念完这句诗词后,故作潇洒地轻轻挥秀,叹气道,命里八尺,莫求一丈啊。 这一挥秀,就有两只竹签从袖子里滑落,掉在地上。 道人哀忧一声,赶紧捡起来,然后鬼鬼祟祟四处张望,发现暂时无人留心这边,这才如是重负,重新将那两只竹签藏入宽松的袖口。 年轻道人咳嗽一声,板起脸,继续守株待兔,等待下一位客人。 他有些感慨,果然还是赚女子的钱,更容易一些。 其实,年轻道人秀中所藏两只竹签,一只是最上签,一只是最下签,都是用来挣大钱的。 不足为外人道也。 少年自然不清楚,这些奥妙玄机,一路脚步轻盈,来到那座乡鼠馆设外,附近竹林玉玉,绿以玉滴。 陈平安放缓脚步,屋内响起中年人的唇厚嗓音,日出有药,高求如如。 随后便有一阵起整清脆的稚嫩嗓音响起,日出有药,高求如如。 随后,陈平安抬头望去,旭日东升,惶惶惶惶。 少年正正出神。 等他回过神,蒙学孩童正在摇头晃脑,按照先生的要求,贤熟背诵一段文章, 经者时分,天地生发,万物始容。 夜卧早行,广步于庭,君子缓行,以便生智。 陈平安站在学书门口,欲言又止。 两兵微双的中年如是,转头望来,轻轻走出屋子。 陈平安将书信双手递出去,恭敬道,这是先生的书信。 一席青山的高大男人接过信封后,温声说道, 以后无事的时候,你可以多来这里旁听。 陈平安有些为难,毕竟他未必真有时间来此听这位先生教书,少年不愿欺骗他。 男人笑了笑,善解人意道,无妨,道理全在书上,做人却在书外。 你去忙吧。 陈平安松了口气,告辞离去。 少年跑出去很远后,鬼使神差地转头回望。 只见那位先生始终站在门口,身影沐浴在阳光中,远远望去,恍若神人。 和会参照人家旅渐渐溺。 曾经见过。 感谢观看